印度官員對無派反政府武裝襲擊執政的各大黨成員車隊表示憤慨 襲擊造成至少23人死亡 上星期六在東部哈提斯加爾邦的襲擊針對系 正在離開一個競選集會的政界人士 各大黨主席索尼亞·金地譴責這場襲擊系內弱的攻擊 金地在星期日與總理辛格抵達該幫首府萊普爾探望幾十名雙員 兩位領導人誓言政府將會採取堅定行動打擊要為這場負責的襲擊的人 警方說上星期六下午在哈提斯加爾邦蘇哈馬地區茂密的叢林地帶 反伴分子向各大黨成員車隊開貨前先引爆一火地雷 預覦者當中包括哈提斯加爾邦官員